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 共识爆出一记重唇 苹果与OpenAI公司还敲定了一项协议 引入ChatGPT技术到iPhone上 早前说苹果已经和Google商谈合作 希望能使用Google的Gemini Chatbot技术 看来是这次合作没谈讨 给了OpenAI可乘之机 根据目前的情报 OpenAI将为苹果提供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技术 这项技术将被整合到苹果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助手中 换句话说 苹果在下个月的WWDC上向发布iOS18 并推出加入ChatGPT功能的Siri 如此一来 诞生于2011年的Siri 终于要迎来翻身的机会了 首先可以预见的是 升级后的Siri会能说会的 多才多艺 在机制上和其他大模型不同 全新的Siri预计将内置一种创新的生成式AI机制 主要是为了扩展器功能范畴 能更好的服务于日常用户需求 例如快速设定提醒 管理日程安排等 当然 新Siri也可以总结文本信息 彻底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聊天机器人产品 同时在对话体验上也有了升级 全新的Siri和ChatGPT一样具备真正的聊天能力 不会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 苹果在研发新Siri时 也考虑到了隐私的问题 据彭博最近报道 在iOS18中 苹果计划让所有AI功能 都运行在设备上 而且可以完全离线使用 那么Siri处理所有的请求 也都将是在端侧完成的 不会上赢 虽然一拖数据中心的大模型会更好用 但iPhone本地运行的模型规模有限 因此会出现在终端上 耗电快运行慢的问题 这种离线运行的小模型 或许更适合大众用户 更重要的是 这样还能为苹果省下不少钱 由于云计算成本高昂 目前ChatGPT每生成大约1000个单词 OpenAI这个花费12美分左右 不过小模型也有自己的弊端 那就是更容易出错和捏造 也就是所谓的幻觉 因此苹果还提前在iPhone15系列的高配版上 把内存升级到了8GB 可能就是在给新Siri提前做准备 另外在唤醒方式上 或许这次也会有大变化 早前就有消息曝光 苹果内部团队在设想开发一种 无需唤醒词 Hey Siri或Siri 就能使用AI助手的方法 也就是一旦Siri听到你的声音 iPhone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能更快地处理更多信息和完成指令 仅从目前的曝光来看 这次的Siri升级堪称是换脑级别 开始逐渐考虑改变 每个人使用手机的方式了 除了Siri的重大变革 这次即将公布的iOS18系统 也展现了自己在AI领域上的疑心 今年1月份 彭博社再次强调 iOS18有潜力成为iPhone历史上 最大的软件更新 首先就是大家会经常用到的 苹果自带的Safari浏览器 综合多位信息人士透露 全新的Safari能实现生成文字摘要的功能 也就是AI软件将通过分析网页 或文档中的关键词汇和语句 提炼出核心信息 从而为用户节省阅读时间 在进行测试时 苹果在手机中集成了一个 名为Ajax的人工智能模型 它可以识别文本中的实体 例如公司 人员和地点 如有名称出现在文本顶部 大模型就会将其标记为文本作者 经过分析后 Ajax模型将生成一份非常简洁的摘要 不过 更复杂了门本账要和响应回复 可能还是需要联网处理 或者这就要引入OpenAI的云技术来实现了 另外 苹果计划在Safari地址栏中 加入一个重新设计的控制菜单 用于集中管理就有和新增的网页控制工具 除此之外 全新的Safari还将引入一项名为 网页香皮擦的功能 这项功能可以让用户移除网页中的特定部分 例如广告 图片等等 虽说目前一些第三方广告拦截器 已经提供类似的功能 但苹果似乎正计划在iOS18和MacOS15中内置该功能 除了浏览器的改变 这次语音备忘录也变得与时俱进了 更新后 用户按下录音按钮说话后 系统内置的AI模型将会把相关语音转成文字 上网课或者开会的时候还挺实用的 而且备忘录应用也将迎来入制音频功能 系统将会自动将相关语音的主要内容的文本整理出 并进行重点摘要 两个应用的功能更新还有点像 除此之外 苹果还考虑将生成是AI技术整合到Oplay Music中 据爆料 苹果计划引入自动播放列表创建功能 通过AI的智能算法分析用户的音乐喜好 播放记录和流派偏好 从而自动生成是和用户口味的个性化播放列表 也就说用户将不再需要手动选择和添加歌曲到播放列表 而是可以让AI代劳 也算一个不小的改进 在AI方面 据MacRumors报道 用户将能够在iOS18上更自由地排列图标 但为了确保一定的一致性 APP图标依然会保持锁定在主屏幕的隐形网格系统上 因此这个功能对大家来说就有点老生常谈了 至于能更新其机型目前也有曝光 据国外科技媒体透露 iOS18的升级名单将覆盖24款iPhone设备 与iOS17的兼容性保持一致 也就是说 iPhone XR用户或将迎赖该机型的最后一次重要系统更新 而iPhone SE三级之后的型号却在升级之列 对于这次Siri和iOS18上曝光的更新 许多网友也发表了看法 从大家的评论来看 似乎都挺期待的 有网友表示 早该如此了 请给Siri谈应得的尊重 另外有网友表达了对于新系统的具体期待 重新图标 Siri改造 整体UI打磨 变持优化以及稳定性 至于各位网友能否如愿 咱们等到下个月就能见分晓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这次iOS18的更新有具体的期待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